把自己的剪影投放到大螢幕上 宛如置身天空 秒看全台北的景象 或是搭乘巨型台北号模型 透过VR模拟驾驶 欣赏不同时期的台北空照图 台北探索馆世界天空台北特展 多项新奇有趣的互动装置 要带大家遨游台北天际 这一次我们也特地在台北探索馆的二楼 有一架5.5公尺长的模拟飞机 那民众可以坐上去 借由VR的这个科技来了解一下 这种亲自开个飞机 在台北市上空飞行的这个感受 小朋友自行编曲 用活泼可爱的航空舞 为特展活动开幕 这次展览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 飞机模型还有飞行人员访谈 包括日志时期首位飞行员 谢文达之子谢东汉 口述父亲的小故事 以及台湾第一位IDF战机女飞官范依林 让大家从不同角度 认识台北的航空史 因为我们家的话 应该就算是在飞机的航道上面 所以其实都可以听到 它飞机起这样的声音 其实那时候就有一个梦想 一个想法觉得说 其实当机师就当个拍了 还蛮帅的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 考进我们空军官校 用新科技影像技术 浮以珍贵古籍史料 世界天空台北特展 即日起在台北探索馆展出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一窥台北航空的发展历史 记者邮详亭采访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